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恋爱顾问,卡拉小卡 小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女生的一些潜台词 好了,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们将来好好地分析一下女生说过的这些潜台词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啊,女生在讲话的时候啊 好像分不清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她说的这个不好不要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地分析一下吧 首先来说第一种女生最爱说的潜台词,就是我没有生气 这个呢,卡拉之前也有提过,再次为大家画知识点 女生说我没有生气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 如果说是确实咱们没做错任何事情,不要说你觉得啊 如果是女生的话,你感觉她好像是因为你做了某一件事情 开始情绪有的很大的变化,那就证明 很容易失去理智,如果当你跟女生吵架的时候 她跟你说,我们分手吧,或者是我不喜欢你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地知道,女生啊 她其实她的潜台词是说,你把我惹得这么气,你还不哄我 然后她就可能会通过一些比较偏激的手段,可能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了,或者是咱们分手吧 然后利用这种可能不太好的一些话语来激起你对她的这种重视 然后其实呢,卡拉也觉得这样子的行为特别的不好 但是希望呢,大家不要只看到女生在前面说的这种冰山一角的话 也要仔细地瞧瞧她内心其实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样的决定 那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一个好的女生,或者是一段好的感情哦 好啦,最后一个呢,潜台词也是千万不要相信女生说的这句话 就是说,女生跟你说她肚子饿了,然后你说那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或者是我给你弄点什么吃,然后女生说不要 这句话呢,大家一定要换而重点,一定要注意了 只要女生说肚子饿了,你就给她准备吃的 不管她吃不吃,因为女生啊,她真的是 可能刚开始,她就会有一些意志力说不吃不吃 但是当你把吃的东西准备在她面前的时候 她就好像是很勉为其难地试一下 其实啊,她真的就是肚子饿想要吃 如果你不给她准备的话,她可能每隔十分钟 她就会说,哎,真的好饿呀 而且女生一饿啊,心情就容易不好 心情不好的话,那就容易发脾气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女生说的不饿,不想吃 其实她的前台词啊,还是要给她准备的 好啦,本期的主题讲完以后,大家肯定会觉得说 哎呀,女生实在是太麻烦了 嗯,话也不能好好说,一堆前台词 但其实啊,咱们这就是相处的过程 你跟一个人越熟悉了以后 其实即使她不讲,你也可以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 其实这个呢,就是女生想要有的这种默契 嗯,那么希望大家啊,看到本期视频以后呢 也可以更了解女生内心在想什么 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主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弹幕区告诉考拉哦 如果你有任何的情感问题,也欢迎深信考拉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